那么就在中共当局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前夕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的书记吴关正和他的家人 回江西老家于干县 于干县当局不但是风露放鞭炮 而且还张灯结彩 高调欢迎吴关正回乡 摆的牌上甚至都超过了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的出行 有分析就指出 三中全会的前夕吴关正高调出行 似乎是在有意对抗习近平的习八条 去年中共十八大结束后不久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 高调推出有关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 其中要求官员外地考察清车减从 减少陪同 减化接待 不张贴悬挂标语 不安排民众迎送等 而今年75岁的吴关正 是1月2号协同妻子儿孙返回江西老家于干县祭祖师 当地官员在吴经过的主要街道上张灯结彩 当吴关正一行车队到达时 还放弃了鞭炮 各大路口被特警交警封锁 吴关正的车队中 有法拉里 保时捷 雷克萨斯 宾士 宝马 奥迪等昂贵名车 而当地长期不开的路灯当天都亮了 不但如此 当局甚至组织了近万人夹到欢迎 记者致电鱼干县污泥镇人民政府 其中两名官员推说自己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 一名官员则间接承认有欢迎一事 但声称是民众的自发行为 香港明报报道 吴关正的此番出行 与习近平大力鼓吹的例行节约规定格格不入 在原来江振民执政期间已经留下来腐败的传统 从吴关正回乡 地方官员无视习八条 以及习近平和王岐山他们最近搞的党内的整 他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共现在高层内斗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指出 吴关正虽然已经不在中共高级干部岗位上了 但习近平是现在的最高领导人 下边的地方官员 显然没有把他作为首先要尊重的对象 在欢迎吴关正的时候 突破了习李政权的种种禁令和要求 在权力角度场上来讲实际上他们是知道 吴关正他这一派的这个根子很深 因为原来在江系地益集团 凝成所有腐败官僚系统和上上下下的这样一个 盘盘挫节的这个关系 他实际上就会对习李政权这些政策呢 产生一种阻碍作用 美国大纪元时报报道 吴关正是因为拍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马屁 才得以攀上权力高峰 而明慧网消息 1999年6月7号 江泽民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 意图迫害法轮功 决定在山东搞试点 时任山东省省委书记的吴关正 得令后立即执行 法轮功学员 山东济南教育学院物理系教授张兴武夫妻 当时约70岁左右 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 被山东当局非法迫害 无缘无故的就给关道 不是洗脑班 就是监狱看手所 一个是不让睡觉 不让吃饭 不让上厕所 不停地给你洗脑 两个六天六夜不让他睡觉 我母亲她那天晚上 左半边身体完全瘫痪的状况下 那警察也可以虐待他 2003年10月27号 吴关正在欧亚交界的岛国塞浦勒斯被起诉 罪名是非法致死 酷刑反人类罪 2007年4月17号 吴关正出访西班牙时 再次被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 以同样罪名起诉 分析指出 以江泽民为首的江派势力最为恐制的 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 将遭到清算 因此江派人马 以绑架中共存亡为赌注 与胡 温 习等进行生死搏斗 企图延续迫害法轮功政策 让习近平等新一届常委会 也背上血债黑锅 躲避被清算 邢天行认为 目前中共内部的权斗大戏 正在如火如荼的上演 而吴关正对抗习八条 高调亮相 只是中共全斗的冰山一角